好,我们今天开箱的就是HACO PRO 大家好,我是悟空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手边的这台HACO PRO 这个电视盒子是一位热心网友给我推荐的 后来我看了一下性价比的确是挺高的 300出头的价格能买到一个4加64GB的 并且是带了正规授权的这么一个盒子 只是说它的外观看起来更像是外贸电视盒子 所以我还是比较怀疑的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看看这样的一个电视盒子 它表现怎么样 其实HACO这个品牌它还有一个另外的版本 叫HACO MINI 我这次开箱的是HACO PRO 而且是一个超大杯 就是最高配置 4GB的内存加64GB的存储空间 它目前性价比非常高 只有370左右 当然其实还有更便宜的325的4加32G 我觉得4加32G一般人就够用了 好,我们就开箱吧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包装上写着 它是支持AV1的解码的 然后有杜比音效 这个杜比肯定不是全景声 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到它是有奈飞认证和亚马逊视频的 然后迪士尼加这些也是有的 具体等一下我们后面再做具体测试 好,我们现在开箱 好,这个就是它本体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外观给我的感觉特别像是外贸电视盒子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提个醒 大家看到这个外观跟安卓TVGAT的网站上认证的那一款 它的外观是不一致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它会翻车呢 如果你特别重视奈飞授权这些认证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持观望态度 因为如果它翻车了 你也是真的一点折没有 人家认证的型号是没有彩色贴纸的 所以到底是不是正规授权的盒子呢 我觉得还是要打个问号 好,我们把这个接下去 好,在底部我们就可以看到S965S4-B 它的具体规格是4GB内存加64GB闪存 然后两边有两个挂耳的地方 怎么说呢,这个质感不是很好 真的是有点像外贸盒子的一个质感 然后这边正面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12V一安的电源的规格 这边是一个HDMI接口 这边是一个百兆网口 这边是预留了两个USB2.0的接口 还有一个TF卡的插槽 这两边是散热孔的地方 应该是采用一个被动散热 OK,再看看其他的 这个HDMI的线 一个12瓦的电源 它的规格是12V一安的 这个是遥控器 这款遥控器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我就不在这里多介绍了 下面是流媒体按键 上面是一些导航件 基本上都一样的 只不过颜色跟之前不一样 比如说左边这款是Hometics 这个是右边这款 其实真的是几乎是一样的 没什么太大区别 好,总共开箱就是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通电来试一下 Entry to Smart Life 然后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Android TV的动画 这次这个版本应该是Android TV 11的版本 整个的开机过程应该是挺快的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广告的东西 好,大家可以看到第一行就是咱们常见的一些应用 这里面其实我已经安装了一些应用 比如说当你装机之后的一些必备的软件 比如说Downloader Cody 还有这些流媒体之类的 当然这里面我也是埋下了一个小的伏笔 这个盒子也是支持COLAG这个系统的 你可以刷在U盘上 也可以刷到TF卡上 首先我们点开系统设置 我们点击设备偏好设置 点击关于看一下它的系统版本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基于Android 11来开发的 然后最底部有它具体的版本号2022 0804 并且是一个release的版本 距离现在已经整整一年的时间了 可以看出其实它更新的频率并不是很高 也就是说它可能认为这是一个稳定的版本 就不再更新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隐患和遗憾 首先分辨率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4K60Hz 然后点击色彩空间 可以看到它的各种色身什么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并没有任何的关于HDR的相关的选项 包括HDR的开、关、自适应都没有 在目前我接在电视机上刚才试了一下 它确实是自适应的 遇到不是HDR电视机的话 它有可能会强制点亮之类的 这都是不好预测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在设置上有一些缺失的 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没有更新了 我们点击系统更新看一下 这边它已经提示你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 最新的版本居然是长达一年的时间都没有更新 这就像当年我们经常吐槽的米库厂家也是 基本上出厂就是一辈子 从来就不太更新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存储空间的问题 点击设备偏要设置 然后我们找到存储空间 这边显示它的内部共享空间是57GB 点开具体看一下 目前应用占了1.4GB 可用的存储空间是56GB 我想这个空间大小是足够安装应用的 可以说是实现了安装自由 这一点还是值得称赞的 因为绝大多数的安卓盒子都没有这么大的存储空间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IDA64 打开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盒子的制造商 型号品牌 这个制造商同样是SDMC 它是一个大的厂家 当然了我们不能只是看制造商 还是要看品牌 品牌是HACO 根据目前的表现来讲 应该不算是大的品牌 至少跟谷歌 小米 亚马逊 Shell TV Homatics 这些还是没法比的 然后再看一下中央处理器 目前可以看到是一个4核心的A53的处理器 它是一个64位的处理器 但是目前的安卓系统是一个32位的 然后再来看显示这边 我相信各位都已经知道了 所有的安卓系统都是用1080P去渲染它的UI的 但是实际上不影响4K视频的解析度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WiFi的情况 目前这个信号强度是非常好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这个连接速度是325 等一下我们的具体测一下它的实际的网速的表现 好 最后再看一下这个解码器 大家可以看到右侧就是它所支持的所有的编码格式 其中倒数第4项写着它是支持AV1这种编码的 好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WiFi的速度 好 大家可以看到它最终的一个速度是下行227 上行158左右 这个速度应该算是一个中等水平 或者说中等偏下的一个水平 跟其他的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电视盒子 还是存在一点点差距 但是看流媒体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打开油管看一下 好 好这边我找了一个4K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油管默认推送的就是AV1编码的一个视频 之前我在视频里说过 相对于VP9或者是H265 它推送的体积会更小 这意味着其实你不需要特别高的网速 你就可以在线观看这些流媒体 就等于说是给在线流媒体优化了 除了AV1编码 其实我们也要看看HDR的视频能不能支持 好这边我换了一个视频 这部视频它是HDR的 它也可以正常的解码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颜色映射 这边显示BT2020 这个是油管 然后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本地的AV1 本地的AV1视频 我们直接用这个文件管理器就可以测试 因为我们是调用的系统播放器 好我们打开这个文件管理器 这边可以看到有三个AV1的视频 我们选择一个4K的AV1的视频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加载这种AV1本地视频也是非常快的 同样的一个操作 其实我在精神的S905X4上也做过这个测试 不管是S905X4还是S905Y4 这两个CPU都可以非常完美的去播放AV1编码的视频 好我们就算它通过 再来就是奈飞或者是迪士尼这些都是支持的 因为这些都有版权 我就简单看一下 比方说黑镜就是一个4K HDR的 所以在这边图标都已经点亮了 另外黑镜最近我也看了还挺不错的 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美剧 接下来就是迪士尼 迪士尼也是一样的支持4K HDR10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图标都已经点亮了 至于全景声当然是没有了 因为它本身就不支持 所以其实该支持的它都已经支持了 然后迪士尼相对于奈飞检测机制可能更加严格一些 在采集卡上是出现不了这些图标的 所以这次我是接上电视机之后接的图片 然后像国内这些流媒体 我也简单测试一下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比如这个是埃及艺 然后它的一些4K超高清高码率的视频 都是可以正常的顺利的播放的 没有卡顿的现象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云时星极光 随便找一个 也是可以很顺利的播放的 而且它的这些规格标准都可以点亮 当然了 这个盒子不是双度比的 所以说目前能够支持到的规格 就是4K真彩视听 这个是没问题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用Cody这个播放器 来测试一下本地的播放 目前我是连接的WiFi 等一下 我就是测试局域网NAS的文件 看看它播放高码率的视频 有没有卡顿的现象 我这次用的是Google Play 下载的20.2的版本 这个4K演示片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码率非常高的 比如说创意实色 它高达90多兆 好 我们开始测试 好 现在开始播放了 已经开始卡顿了 当我们看到解码卡死的这种状态下 可能很多小伙伴就坐不住了 就要急于下结论了 说你看了吗 这个肯定是精神的S905Y4芯片的解码能力不行 如果说你特别着急下这个结论 有可能你下这个结论是错的 为什么因为影响一个视频播放是否卡顿 有很多种因素 就比如说局域网的WiFi的稳定性 局域网的网速的稳定性都有可能 为了验证我说的问题 我们这次直接用移动用盘 接上移动用盘或者U盘 然后排除一下网络造成的问题 好这边我已经插好了移动用盘 好这次我们就直接选择U盘或者移动用盘 然后我们找到同样的同款的影片 就是创意实色 目前读的就是USB 有人会说USB2.0行吗 我告诉你USB2.0的速度并不慢 理论带宽是480兆 当然可能达不到480兆 但是这个码率是绝对hold得住的 OK 同样一部影片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流畅度非常高 中间一点都不卡顿 没有丝毫的卡顿 没有丝毫的缓冲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最上边 这个进度桥 这个进度桥 它有一个缓存 这个缓存速度是非常快的 无论如何 它都不会说因为这个速度的问题造成瓶颈 所以说我们判断一个播放器是不是卡顿的话 不要只是看表面 要分析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卡顿 这个CPU并没有毛病 而且这个CPU解码能力超强 那有人每次在说这个S905系列的时候 都不加后缀 然后也不加生产年份 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个弱机 其实CPU并没有毛病 有毛病的是它其他的地方限制了它的解码能力 好 刚才我们已经找到的问题所在 就是局域网的速度不够稳定造成的 既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 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我的办法还是老生常谈 就是增加一个USB的拓展物 增加这么一个USB的拓展物 虽然它是一个USB2.0的 但是它能够解决大的问题 我觉得也算是给网友一个思路 连接到网线之后 我们同样还是找NAS等种文件 就是SMB的 同样的影片播放 好 现在开始播放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过程并没有出现什么缓冲 加载 或者卡顿的等现象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加了这么一个突染物 作用就这么大 比它自身的网口管用多了 所以说小的突染物 我觉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算是规避了它的缺点 当然了 很显然 如果我们加了这么一个突染物 它也会增加一些成本 这个成本大概是40多块钱 好 这边其实实际上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在盒子上安装一个iProfs的工具 然后访问群晖 或者说用群晖去访问它 看看它的速度 可以看到这个速度 大概是350Mbps左右 比自带百兆网口 肯定快了两到三倍 所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好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蓝光圆盘 我们看看圆盘能不能播放 好 比如92GB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可以流畅播放了 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了这部片子 应该是杜比措置地的 但是我们的音箱 并没有直通 因为在安卓系统下 这个盒子是没办法直通的 现在就是PCM 所以其实也给它了 节省了很多的压力 然后这边 我们可以按照章节去选择 然后比如说 我们跳过几个章节选一下 OK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在安卓系统下 如果你不要求直通的话 那么这个播放器 结合拓展物是非常完美的 如果你想直通的话 你只能接触第三方系统 等一下我们给大家演示 好 我们这边回到主页 大家可以看到 在Cody的旁边 我有一个一键切换 Colec系统的这么一个快捷方式 就是我开发的一个小软件 我们通过这个软件 可以一键切换到U盘的系统 这个U盘我已经刷入了 Colec系统 接下来我们就一键切换一下 好 出现允许USB调试之后 我们点击允许 重击之后 它默认应该进入到U盘的系统 大家看到 它已经开始加载了 好 现在看到的 就是Colec系统 这个系统 目前对盒子的适配 有一点不足的地方 就是蓝牙 大家可以看到蓝牙 不太清楚为什么被禁用了 所以说遥控器 现在目前并不是蓝牙的方式连接的 而是通过红外的方式 红外的方式 也是可以控制盒子的 好 现在切换到Colec系统之后 我们同样还是测试刚才那部片源 好 现在就已经开始播放了 而且我的功放上 已经成功的点亮了 这个杜比出HD 所以说原盘的这种 哪怕是音频直通 在Colec系统下 也是可以成功的点亮的 包括DTS-HD Master 它也是可以点亮的 好 比如说这个片子 就是DTS-HD Master的 在我的功放上 也是成功的点亮了 所以说不管是DTS-HD 还是杜比出HD 在Colec系统下 这个芯片都是可以完美的点亮的 最后我们来个不露脸的总结 最近因为停水 断网等原因 有点着急上火 所以我的视频更新的特别慢 其中有好几天 我都是靠MT3000来续命的 毫不夸张 所以盒子视频准备了很久很久 非常感谢你能看完 总的来说 盒子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该支持的流媒体授权它都有 它搭载CPU解码能力也是OK的 同时因为它接口比较丰富 还能够折腾Colec系统或者是游戏系统 可以说在这个价格区间 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与此同时它还有一些缺点 第一就是我认为它的系统完善度是不够的 缺乏HDR的开关 目前是全程显示HDR的 我预测它以后也不太可能增加 第二个遗憾是USB3.0和千兆网口 我知道这个价格是不太可能有的 但是这两项如果有其中一项 那就真的是无敌了 通过刚才的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 但凡它是有千兆网口的 它的解码实力将会大幅的提升 第三点就是我有一个困惑 在著名的Android TVGAT的网站 它的授权信息的图片 跟我们拿到的实物是不一致的 这一点我想会让很多重视授权的用户感到不安 再加上它的做工用料多多少少 会让人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 好了 这期视频我们就先到这边 下次盒子测评 我们可能会讲一讲小云盒子 OK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